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波斯新年之际直接向伊朗人民发出呼吁 白宫星期五夜间在互联网公布了一段录像 在录像中奥巴马重申他愿意和伊朗对话 但是他说伊朗领导人却选择了孤立 他说伊朗没有按照自己的国际义务而公布本国和项目的范围和意图 美国正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 让伊朗为此承担责任 虽然有目前的争端 但是奥巴马说美国致力于通过增加教育交流机会 并帮助确保互联网不受审查限制 让伊朗人民拥有一个更充满希望的未来